之前我们报道了杭州有位钱女士在美团外卖上订了一束花 等了一天都没有收到 平台上却显示订单已完成 根据平台上面的地址找过去 没有找到那家花店 到底是怎么回事 节目播出之后商家联系上了 17号 钱女士在美团外卖上找到一家叫爱菲尔鲜花的店 订了一束将近两千块钱的玫瑰花 打算送给客户 明明没有收到花 可钱女士的美团外卖账号却显示 当天下午三点多订单已经完成 她想联系花店 拨打了商家留在美团上的三个号码都联系不上人 美团上留的地址是杭州江杆区 凯旋路采荷新村南门 在彩河新村附近转了几圈都没有发现这家爱菲尔鲜花花儿朵朵鲜花行 美团外卖平台上爱菲尔鲜花在杭州一共有四家分店 几家店的联系方式一样 留的营业执照也一样 是一家北京的商贸公司 记者给对方的几个号码都发了短信 都没有收到回复 美团外卖客服表示 可以先退款并补偿前女士200元 至于这次反映的问题 会上报给公司相应的部门处理 当天新闻播出之后 有位爱菲尔鲜花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前一节那天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 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 后来我们都把店给关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一直在接单子 接单子 然后后来他的系统可能出现漏洞了 有些单子他可能是漏发了 然后他到一个时间段 他就自动已经识认收获了 就一直在接电话 我们这些北京总部的店员 一直在接 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直在接电话 至于实体店和经营资质的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因为我们的店是做线上的 我们店不对外 不做线下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登记这么一个地址呢 这个地址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是这个老板 我让他给你打吧好吧 记者没有接到爱菲尔鲜花老板的电话 后来再去美团外卖上搜索 已经没有爱菲尔鲜花 花儿朵朵鲜花行这家店了 另外三家店也一直显示 休息中无法购买商品 每家店留的电话号码 从三个变成了一个 给记者打来电话的 就是剩下的这个号码 爱菲尔鲜花在美团上 一共有四家店 前女士买花的这家店 登记的地址上查无此店 那么另外三家店存不存在呢 美团外卖平台上 爱菲尔鲜花 维爱花艺的地址 在杭州江杆区机场路 250号13状2层203 另一家爱菲尔鲜花 微光花房的地址 在机场路250号 11状2层200号 地址软件上显示 机场路250号 名叫泰尚达文化创意园 这里来谁做的 这里到我们这里一二三四 后面五 这边六七八 整个250号都没有美形化 没有啊 而且它是二楼啊 对啊 我们这里的二楼没有 我们就是没有美形化的二楼 就是有没有一个草市 有没有一个大零化草市啊 物业表示 这边根本就没有11状和13状 也没有卖鲜花的店 也就是说爱菲尔鲜花 在美团上登记的 另外两个地址 也是假的 这边的话 回头让老板联系您吧 您上次也是跟我说 让老板联系我的 但是老板一直没有联系我呀 一会儿我跟他说一声好吧 那老板的电话能给我一下吗 不好意思给不了这边 跟上次一样 记者还是没有收到 爱菲尔鲜花老板的电话回复 爱菲尔鲜花这种情况 是不是个例呢 在美团外卖平台上搜索鲜花 记者又发现了不少 可能存在问题的商家 比如这家名叫 香格格鲜花馆杭州的店 留在美团上面的地址 跟营业执照一致 但营业执照属于杭州一家装修公司 经营范围内栏 并没有零售鲜花的业务 这家花快道 内食花开 蓝岛花店 显示地址 在夏城区 招辉路29号 营业执照 却是北京一家公司 在招辉路29号 我们看到的是一家餐饮店 工作人员表示 会把情况反映给老板 及时更改 美团上面的信息 美团外卖上留的地址 查无此店 还有的跟营业执照不符 这些花店看来是问题不少 而记者还发现 有两家店上传的是 同一张营业执照 美团外卖平台上 有一家店叫 中爱鲜花杭州店 留的地址 是西虎区古敦路 124号如意花坊 营业执照上的名字 叫杭州市 宾江区若安花店 登记地址 是宾江区 长河街道 长河路1400号 另一家商家 齐齐花店 留的地址 是宾江区 长河街道 长河路1400号 跟中爱鲜花杭州店 用的是同一张营业执照 对比可以发现 齐齐花店的营业执照 可以看到全貌 上面有美团外卖的水印 中爱鲜花杭州店的营业执照 周围有一圈被折掉 美团外卖的水印 也只能看到一半 记者先拨打了中爱鲜花 留在美团上的电话号码 那是15年 还是16年的一个地址 一直没有改过 现在是搬迁到了 西虎区高地 这些城西花料市场这边来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改呢 品牌这边不帮我们 其实改啊 齐齐花店 跟刚才这边的一个店 都是算是一个 从09年10年的时候 跟我们一直属于 那个线上 线下的一个合作关系 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全国连锁的 外卖鲜花品牌 总部在湖北武汉 齐齐花店和中爱鲜花杭州店 都是他们的加盟店 但是他们两家的营业执照 是同一张 这个应该是不允许的吧 工作人员说 会审核商家资质 可又承认 没有到杭州实地考察过 根据他说的地址 记者来到了杭州 城西花鸟工艺品市场 据说 D001到D003号商铺 就是他们的线下店 你们店的地址 在那个美团外卖上 是古敦路124号 如意花坊 有这回事吗 不是 这是在谁家胡作的 中爱鲜花 中爱跟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只是合作商 对 你们是合作商 但是美团上面的信息 是你们录录的 还是中爱那边录录的 那他们弄的 跟我们也没关系 我们录的时候 美团它这边也会进行审核的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 他们用一个那种 说统一的排查功能 我们录的时候 当时只录着 一张营业纸上 就是它这个营业纸上 我们只录过一次 记者随后又来到了 滨江长河路1400号 门头就叫奇奇花店 里面的员工 提供了老板娘的电话号码 可能有些合作者 问我借了营业纸杖吧 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中爱鲜花这么一个品牌 在美团外卖上 他们就是 录了以后 会叫我们送的 但还是我们送的 老板娘让员工 拿出营业执照 正是美团外卖上面的那一张 至于营业执照 被别的店使用 老板娘说 知道这个情况 我知道了 营业执照既然在 滨江这边 如果说在西湖区那边 做生意 肯定要再办一张的呀 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你们怎么觉得不有话 我自己也 因为我们跟他们 确实是合作的 营业执照 借着用 店家似乎还满不在乎 美团上的花店情况 还真不少 下面要说的 有两家店 名字 地址和营业执照 都不同 联系方式是一样的 按照美团上的地址 找到其中一家店 商家却表示 根本不在线上平台 做生意 有一家店 叫做花签树品牌鲜花馆 美团登记地址是 西湖区古敦路200号 营业执照上的店名 叫做杭州市西湖区 瑟满鲜花店 另一家店 叫花鼠鲜花杭州 美团登记地址是 下城区凤起路23号 营业执照 是杭州一家 电子科技公司 经营范围 并没有鲜花 零售相关的业务 两家店 在美团的联系电话 都是一个400的号码 都是我们花签树品牌的 旗下的 花鼠鲜花也是你们的 对 都是我们一个品牌的 记者先找到 古敦路200号 这里有一家色满花艺 老板娘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在 外卖平台上登过季 这个和这个是我们的 但是这个品牌不是我们的 跟我们没关系 老板娘说 他们店不坐线上 却经常受到一些 外卖平台的影响 情人节的时候 他是 你是联系不到他 因为他虚假定位 然后很多人呢 他没有收到花 他就会直接靠 照着他上面那个地址 来上门找 老板娘说 他也向外卖平台投诉过 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复 再找到杭州下城区 凤起路23号 想核实一下花鼠鲜花 杭州店 那个地址 开着一家教育机构 里面的工作人员说 没听说过 这附近有花店 记者电话连上了 营业执照上面 那家电子科技公司 电子科技公司怎么会 花在美台上面卖花去 这个问题 所谓的花千树品牌鲜花馆 又怎么解释呢 工作人员不愿意多说 挂断了电话 再去查看美团外卖 发现已经找不到 花千树品牌鲜花馆 杭州这样一家店了 一番调查下来 美团外卖平台上 可能存在问题的商家 还不止这些 对于这些问题 市场监管部门怎么看 你们反映的这些店铺呢 可能涉及到一个 这个擅自变更 经营地址的一个 违法行为 那么我们第一步呢 是先把这些企业呢 如果是我们这边登记的呢 我们是要列入 异常经营名录 然后第二步呢 如果是找到这个主体的话 我们对其进行 责令改正 那么逾期不改的话呢 我们根据公司法的 相关规定的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下城区市场监管局 回复说 虽然这些商家 是在互联网平台 做生意 但也要做到 证兆齐全 根据规定 这些问题 要由美团平台 先进行自查 那么美团方面 都是怎么审查的呢 出现了纠纷 谁来担责呢 美团公关部的 工作人员表示 涉及商家较多 要先去调查 再做回复 对方后来 发来了一段文字 美团闪购会 严格按照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等规定 要求在线合作商户 合法 合规运营 也欢迎消费者 在遇到商户纠纷的时候 通过客服电话 联系美团闪购 进行维权 对于记者提出的 关键问题 商家入住时 是怎么审查的 美团方面 没有做任何回应 有把黄剑记者报道 记者一圈调查下来 美团外卖上的花店 问题还真的不少 美团到底是怎么审核的 出现了纠纷消费者 找谁维权 我们要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而让我们更担心的是 美团上的其他项目 比如说 外卖店会不会 也是这样的情况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